在带你看到吉安湘今年度是获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 在吉安车站以及甘城车站周边来进行美化作业 但甘城车站旁的这个老榕树呢 却因为树根延伸已经破坏到建筑构的这个结构 必须要移植 那么26号上午乡公司也依照了民间的习俗 举行移植祭拜仪式 甘城火车站建制于1916年 直到民国83年4月因为旅客量减少而废站 车站防射转由当地社区发展协会和吉安湘公所接手活化使用 而吉安湘在今年度也获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 办理经典小镇景观修汽设施级绿美化改善工程 特别针对吉安车站 甘城车站周边进行美化工作 也因此发现到老榕树树根延伸 已经破坏到甘城车站的建筑结构 26号上午在乡长游淑珍的带领下 相关客室主管也依照民间习俗举行移植祭拜典礼 针对吉安火车站还有甘城火车站 也是当时的初音站来作为一个火化 从我们的樱花公园一直到未来的莲花公园的铺层以外 建设非常重要 成为乡亲的休憩小站 所以我们的生理的一个厕所是必然的 所以今天为了要让我们的厕所更完备 整个建设更完整 也让我们的能领能高起点的 这个步道的起点 还有整个的完成 建设更加的完备 在生态的部分 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老榕树爷爷来做移植 因为它的根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个建筑体的 这样的一个建设 甚至于是整个化粪子的一个包袱 所以我们今天进行的老榕树爷爷的 移植工作 我们相信注重生态完成建设 整个世性的幸福环境的铺层非常重要 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任务 尤其在补助款500万的这样的一个限额之下 非常有限的经费要来执行大建设 所以也谢谢我们中央县府地方一条心 让我们完成这样的有意义的建设工程 由淑贞表示 老榕树见证甘城车站的兴衰 以及转型生态公园后重获生命力的过程 因此乡公所特意将它保留 移植至园内不远处 期盼它能继续陪伴甘城铁道 印花公园的游客创造美好回忆 而这项改善工程也预计会在农历年前就会完工 记者 许立琴 吉安湘报导